车车车也为市区务员工作 好 今天我跟朋友去购物中心逛街 在Sinuk的停车场 我居然是第一次碰见骑在马背上的警察 以前我都是在庆典活动里 看到穿着红色制服的加拿大皇家骑警 生活当中 今儿可是第一次看见 我问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说是巡逻呀 警车到达不了的地方 他们可以 卡尔加里是加拿大著名的牛仔城 加拿大东部的骑警用马 都是在奥尔博塔买的3到5岁的马匹 价格好像是在3000到8000家园之间 服役的马匹大约是3到5岁 训练一匹马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 一名骑警每天骑在马背上 大约4到5个小时 加拿大的皇家骑警 其实就是联邦警察 平常执勤的时候 他们穿正规的警服 只有在特殊的场合 才会穿上红色的皇家骑警礼服 我曾经看过一个新闻 说是因为加拿大的警名配比约为1比500 并且犯罪率比较低 所以加拿大的警察 有足够的条件清闲 加拿大警察的清闲 早已是老百姓拿来调侃的一个梗 曾经有广播公司 还发布过一条新闻说 倡议允许加拿大的骑警 兼职送外卖 他们的理由是 加拿大有这么多的警察 而且他们经常坐在警车里 无所事事 或者是骑在马背上 他们送外卖的话 因为车辆不受交通规则的限制 可以提供并保证食物 比其他人快30分钟送达 挺有意思吧 这就是加拿大的警察 冰冰雪地的还骑着马出来 他的属于城市警察 我问他 你看你看 这警察的马鞍子后面 还有闪灯呢 信号灯吧 还是警灯啊